我们谈自生自 大致是四朝空双印 无离合过失 由认识三种过失谈定 保认认印 生自生四朝空双印之结束 舍问其意昭空 则为空 空则为昭然否 答无为 结束上生昭空 如前所说之 无离合过失 再讲 这个第三 聚生即即进 生热空双印 无离合过失 其一已了之三过失禅定 保认任意 故生生热空双印之结束 又认念热为空 空为乐 答无为 结束上生热空 如前无离合过失 然比何故业无过 也复合 也复合十有之本性 输成所断之对质 法 及会计十三地 大菩提之言起 故为无过 这一段 我讲那么多了 从至圣之开始 一直到无过 请问 请问 你们谁会讲解这一段 各位上师 前面已经讲过了 体性见上已经讲过了 现空双印 就出现的跟空 两个一起合一 就是双印 师尊今天讲的 本真跟我合一 就是本真跟我双印 那么这里 自生智 就是双空双印 一样的 双什么叫双空双印 双什么意思 问大家 双是什么意思 会的几首 会的几首 会的有讲 我们彩虹 等一下是在做一个孔雀鱼 会的这个孔雀鱼就给他 你讲对了 马上给你这个孔雀鱼 真的 观想 观想 好 还有没有 有没有 马上给你 这是用了多少次 有法力的 可以清净的 可以闭魔的 掉在家里 什么东西都不敢进来 那些 那个无形的 都不敢进来 招 招 就是一个智 一个 一个 一个招请的招 招就是一个日 太阳的智 一个招请的招 招空 那个招日是什么 招是什么 谁讲的 谁讲的 谁讲光明的 哪一个人讲的 蛤 好啦 彩虹山庄 你去做一个这个吧 好啦 这个淑医师姐拿走了 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 你禅定的时候一定会显现光明的 你有定一定会出现光明 光明跟空一样吗 不一样 空是空 光明是光明 光明跟空结合起来双印 空明 叫做 好啦 志生志 大志是 士 招空 双印 就是光明跟空信 双印 也一样是没有过失的 问 其已招然 则唯空 如果有光明 当然不是空 那么空的时候 就会阻挡了光明 是不是这样 他的答案是没有违背 节受上身遭空 如前所说 无离合过世 例如本尊跟我双印 这个本尊 就有本尊的意义存在 我就有我本身的存在 二则合一就是双印 我出现的时候 不为本尊 本尊出现的时候 也不为我 不违背的那个为字 他用的是这样子 光明跟空性 二则是不违背的 是可以融合的 是可以双印的 所以我们在禅定的时候 产生的光明的接受 便不违背空性 他主要的意思是在这里 主要便不违背空性 这个等一下 这个书役师姐来拿走 那么下个礼拜天 请彩虹蝎上次再做一个 抓一只孔雀 抓一只孔雀 给他做成这个 这个应该给人家的 师尊说了 酸 这个啊 不错的 告诉你 那个精神病患打一打 他就醒过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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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